不過天氣還是好冷喔 大家都知道冷氣突然來襲 那麼加上外頭啊 陰雨綿綿 室冷低溫 全台灣竟然傳出來 有18人疑似因為天冷 造成心血管疾病突發猝死 各地呢 也出現了許多的急救案例 救護車整天出勤忙個不停 我們要請大家真的是要多多注意身體 尤其現在溫差變化大 對六七十歲以上 尤其是有心血管病死的老人 很容易因為低溫影響血液循環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